弟兄姐妹 平安 平安 我们首先为这个主日感谢神 为我们今天同样 甚至更加灿烂的笑容啊 感谢神 为今天的春雨感谢神 先知说 我们勿要认识耶和华 极力追求认识祂 祂出现 却如晨光 祂必临到我们向甘雨 向滋润田地的春雨 和谐阿淑六章三节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认识耶和华 来主日 最重要的目的是认识耶和华 所谓的认识耶和华 认识神 认识基督 有一个相关的功课呢 就是你怎么把我们所信的神和外邦人所信的神 和异教的领袖区别出来 你凭什么认为我们的神是真神 赐福音书 以一种极其特别的 甚至让很多人无法理解的方式打开了 让我们看见的是认识耶稣基督 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施洗约翰 为什么要借着施洗约翰来认识耶稣基督呢 围绕着施洗约翰 教会上一直有两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实际上很少人传讲 施洗约翰做耶稣基督先锋真正的意义 这个意义就是唯有施洗约翰 唯有借着施洗约翰 我们才能知道并且宣认 耶稣基督不是一般的人 耶稣基督是一位神 而且这位神的到世界上来的目的 是来做王的 为此耶稣基督圣经启示的神 和所有异教的神全部区别出来 你现在可以回想所有异教的神 特别是东方宗教的神之 没有一个是愿意在世界做王的 不愿意进入世界 不愿意在世界做王 这是我们这位神最大的区别 所以他是神 那么为什么有施洗约翰才能证明 我们的神是神 是来做王的呢 因为所有的君王都有一位使者 正如总统都有一位国务卿一样 正如总书记总有一位外交部长一样 如果他直接来到这个世界 那他不是神 那不是来做王的 既然他来做王 就要有一位使者 而耶稣基督来做王这些伟大的真理 是马可福音特别彰显的真理 而且这个真理 我们借着上一场的主治正道 我们诚实的说 已经开始震动基督教界 我们所宣认的这位神 是来做王的 因为他有先锋 基督教对施洗约翰的另外一个误解 或者亏欠 那就是长期以来 我们很少有教会讲施洗约翰 并且呼喊基督徒学习施洗约翰 所以这是个何等被谬的一个现实 赐福音书都讲施洗约翰 而且用极大的篇幅在讲施洗约翰 马太福音第三章 洛家福音第一章 几乎整个一章是施洗约翰的降生 第三章施洗约翰的传道 约翰福音几乎整个的第一章也是施洗约翰 这个人得有多重要啊 马可福音同样如此 第一章施洗约翰 第六章几乎整整一章讲施洗约翰 怎样因为站在西律王的面前被残忍的杀害 砍掉头颅 把约翰的头放在妇人的盘子上 放在世俗掌前者宫殿的盘子上 在他的舞会上 在他的生日宴会上 是雪淋淋的极具冲击力的一幕 传达着极为重要的核心的真理 那就是天国的王跟世界的王 天国的王及其先锋 和世界的王及其土意之间尖锐的对立 以及世界之王 世界之人的女人 世上的女人和耶稣基督心腹的对立 这是施洗约翰真正要传递给我们 至为宝贵的信息 我们按照这样的思路 我们现在来再看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 我们作为序言 那么整个序幕其实可以从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延伸到马可福音一章第十五节 除去第一节以外呢 二到十五节可以分成两大阶段 第一就是二到第八节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 这里面重点讲的就是施洗约翰 七节经文讲施洗约翰 然后九到第十五节 讲耶稣基督来了 我们的王来了 各七节经文 然后每七节经文可以分成三个段落 每个段落讲的都是非常核心的信息 你比如说九到第十四节 他可以讲三个信息 第一就是九节到十节 讲耶稣基督是谁 我们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他是谁呢 他是神的儿子 圣经的核心真理就是 你们说我是谁 就是我刚才讲了这个先知喊的 我们误要认识耶和华 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这里面九到十四节 从三个角度认识耶稣基督 前所未有 第一个角度就是他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是神 第二个角度 圣灵把他催到旷野里去 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 并与野树同在一处 且由天使来伺候他 这里面讲的整个耶稣基督 跟灵界的关系 跟魔鬼的关系 跟天使的关系 跟野兽的关系 这太重要了 他来就是要胜过魔鬼的权势 有魔鬼 但是他来胜过魔鬼的权势 这个世界要把崇拜动物神知的 动物画像 动物图腾的 遍及全世界所有的民族 对不对啊 其实动物神才是人间最普遍的神知 半人半动物的更多 剩下来就是崇拜天使 自以为天使 但是在这一步当中 你会发现魔鬼天使 动物都匍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 全世界所有的偶像都被粉碎了 遍地宣告自由 第三个方面 耶稣是谁呢 约翰下奸以后 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说 日期满了 神的国进了你们 当悔改信福音 第三个方面告诉耶稣基督 是来救人的 跟你们 跟我们 跟每一个地球人有关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说 这七节经文 让我们从三个角度认识 耶稣基督 他和神的关系 他是神 或者是神的儿子 他和魔鬼的关系 他是神 他胜过魔鬼 他和人的关系 他来拯救罪人 美不美啊 马可福音有何等的美好 求神帮助我们 还马可福音一个公道 补足基督教对马可福音的亏欠 马可福音真是福音中的福音 今天要讲的二到第八节 也可以分成三块 怎么分成三块 我等一下再说 这里面我用大号的字呢 标出了两个概念 约翰来 他来做一件很特别的事 来施洗 施洗的目的是 洗去他们的罪 耶稣来 耶稣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是胜过魔鬼 罪和魔鬼 马可福音另外一个特点是 字福音书当中 《医病赶鬼》 记载的最多的一卷福音书 最频繁 最密集的 那么实际上 马可福音开篇处 引领了所有 马可福音神迹奇事的序幕 唯有回到马可福音那个序篇 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 马可福音医病赶鬼要干什么 它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赦罪和胜过魔鬼 接下来所展开的所有的病 都是罪的各种变体 接下来出现的所有的污鬼 都是撒旦的差异 或者撒旦本身 马可福音包括四福音书 翻译成污鬼和魔鬼 或者鬼魔的基本上两个概念 一个英语翻译就是污秽的灵 所以我说一定要区别 东方宗教哲学 妖魔鬼怪 你想象的那些东西 污秽的灵 污秽的灵甚至你可以指 它当然它是客观的存在 可以对象化 但是它也可以联系到各种各样的思想 污秽的念头 诸如此类 精神文化 主义哲学 都可以在其中了 因为捆绑我们的都是一套观念 这样的话福音就完全打开了 面对全世界打开了 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耶稣基督来做王 它不是至于一两个神经病 是一两个那样的满地打滚的人的救助 它是我们每个人的救助 另外一个翻作 鬼魔或者魔鬼的词 英文把它解释成是 邪恶的灵 邪灵 邪恶的灵 所以现在我们就完全明白 马可福音他是怎么架构的 整个这个序幕 战争的序幕 天国的王来了 面对世界和世界的王 然后天国的王的先锋 让我们看见 他所见证那君王 来是来胜过罪的 洗净我们的罪的 然后这位王自己来 让我们看见他来 是来胜过魔鬼的 然后接下来 教会的历史也展开了 天国的王胜过撒旦 教会要胜过撒旦的差役 你看见两军对垒的局势没有 这场战争当然最后 基督和他的军队得胜 直到启示录 现在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2到8节 我告诉大家 是怎样划分三部分的 2节到第三节 2到3节就是第一部分 这一部分告诉我们 耶稣来了 耶稣的先锋来了 但是他们来不是突然来的 不是莫名其妙的到来的 不是自己说我站在这里 我是王 我是耶稣基督 不是的 他们来有一个理由 有一个铺垫 有一个预备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当中 有一个确据性的预备 那就是旧约圣经的预言 这非常非常重要 第二部分呢 就是第4节到第6节 4节到6节 大家看 告诉我们这个先锋来了 当然他的 他所见证的君王来了 也是做同样的事 就是施洗 洗净我们的罪 最后一部分 第7节到第8节啊 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给他提鞋带也不配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这一段可以讲教会啊 传道人啊 和基督的关系 以及教会 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展开了教会的历史 基本上这个概念 好 现在我们看第一部分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 看呐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 在你面前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修执他的路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 然后你看一些版本 他会标度啊 他说原文没有以赛亚这三个字 我认为是 有些古老的版本 没有这三个字 应该是没有这三个字的 因为有这三个字的话呢 剩下的内容就讲不清楚了 因为接下来的引用的经文 不仅仅出于以赛亚书 可以说出于很多先知书 马可福音把它综合到一起了 那这非常重要 重要在哪里 就所有的先知 正如主耶稣自己讲的都在讲他 正如先知书 或者这样来翻译啊 正如众先知记着说 这是更准确的翻译 第一个词叫正如 正如你来到一个教会 你听一个牧师讲道 你怎么判断他是神的仆人还是假先知呢 我告诉你马可福音的头两个字 二姐的头两个字 就是一个判断的标准 正如正向圣经 或者新约圣经常常说的 正如经上所记 就是他是不是在讲圣经 这是最起码的一个判断 一个方面 他一定要讲圣经 第二 他一定要打开圣经 讲耶稣基督 不管你走多远的路啊 你绕了多远 经穿越了施洗约翰 你目的仍然是为了讲耶稣基督 这两个标准是判断所有真假先知的 唯一标准 不讲圣经 讲到再天花乱坠 你离他远点 跟我们信仰没有关系 第二 讲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没有耶稣基督 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真的在网上看到好多这样的视频 几十分钟 一个小时下来了 他这边所谓的讲到 跟耶稣基督 跟耶稣是基督 跟耶稣基督来做王 跟耶稣基督死而复活 没有关系 那这意味着什么 耶稣不是他的主 也不是他的王 王是什么意思 王在这里呢 你抓紧伺候他 你没工夫讲别的 你认为重要的事情 因为王在这里 你只能讲王 否则的话 你怎样判断一场气功大会 和一场基督徒的主日崇拜呢 区别在哪里 气功大会完全是呼喊你 鼓动你 进入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 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 所有的神迹奇事 是另外意义上的展现 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道 在你身上的穿越 你不断的来经历复活 重生的那种体验 众先知都在讲耶稣基督 这是圣经核心的真理 所以我们怎么讲圣经 把圣经打开 你无论旧约新约 先知 使徒 书信 他讲别的都是次要的 一定要分清蒙虫和骆驼的关系 他讲这一切都是想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是我们的王 如果你把你 不管你编辑了 裁剪了多少些经文 你如果是为了论证一个和这个主题无关的主题 你都不是在讲道 我以前认识一些朋友 公共知识分子也好 文化 基督徒也好 他给我提供一个概念 就是圣经是一本环保的书 我说你怎么图出来的 就把圣经所有的这些 有关动物植物这些信息弄一块 也对 你能说他讲错了吗 人家也是讲圣经 另外有一些人告诉我说 我读《使徒行传》 我觉得《使徒行传》是一本地理学的专著 你可以检索《使徒行传》有多少地名 我们为什么判断它是异端呢 这也让我们看出来 并不是所有讲圣经的人都是传道人 传道人 传道人 传的是那个道 那个道成肉身的道 太初有道的道 万有都是为耶稣基督创造的 然后呢 也是为他创造的 那你在讲道台上 你怎么证明这一点呢 那就是你会把所有圣经的资料都指向耶稣基督 没有别的办法了 这个标准是绝对的 当然在应用当中你可以有所变通 那么这些先知开始怎么讲呢 说 看了 我要拆强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 这节经文逐自于马拉基书三章一节 加上后面的信息呢 也可以平行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 基本内容是一样的 但是有个别词是不同的 特别是四章五到六节啊 马拉基书就是旧约最后一件书 他说我以利亚要来了 复兴万事了 预备那位救主降临了 诸如此类 提到了以利亚的名字 个别词不同说明什么 说明马可福音综合众先知的声音 不是仅仅引用某一个先知的声音 同样这节经文 也可能出于《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到三十三节 很多字也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你看到了没有 我们的这个 你现在手中的这个《和合本圣经》 很多英文版本的圣经啊 那下面的那个注释 他只注释马拉基书 他不注释除埃及记 所以我提醒大家怎么读圣经 我们实实在在的是 不喜欢在圣经上动手脚的任何的版本 有的圣经版本 比如像以前我们买过那个版本 就是每一件书前面有一个简单的话 说介绍这件书的内容 其实我们是不该做这个工作的 我们这个脑袋呀 我们这个智力这个能力真是太有限了 讲到可以 你看我今天讲到有个续篇有什么 那是不是就一定续篇呢 一定如何如何 那当然不是 没有办法 我只能这么讲 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圣经一定要这么理解 这是唯一的标准 这两个概念 但是你在圣经上做一些概述 包括下面做一些注释 你要特别小心 你可能挂一楼万 这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 你只标注了马拉基书 不标注除埃及记 我告诉大家 你回去打开除埃及记二十三章 二十到三十三节 你会有特别丰富的发现 然后你还会更加的明白 为什么他要在旷野里喊 因为除埃及记才告诉我们以色列在旷野 怎样经历耶和华 区别太大了 看呐 我要拆迁我的使者 在你面前预备道路 我现在谈到了 刚才谈到了 这个使者 这个先锋 就是为了证明 耶稣基督跟全世界所有自以为神的人完全不同 只有他有先锋 释迦蒙军的先锋是谁啊 穆罕默德的先锋是谁啊 没有啊 这里面啊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关键的因素 为什么要弄个使者 我刚才谈到了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只有做王的有使者 你不配做王 你没有使者 那么还有相关的信息是 见证的合法性的需要 你说你是神的儿子 你说你是王 凭什么呢 我也可以说啊 都有证人 根据希伯来人的律法 这个证人最少的要求是两三个人 所以你在这里面看见了 以赛亚 马拉基 摩西 还有这位施洗约翰 都证明耶稣是基督 祂是神的儿子 为什么圣经如此小题大做呢 祂有什么必要呢 告诉我们两点啊 第一点就是圣经真的不是闹笑话讲故事 祂是认真的 这个信仰是真的信仰 耶稣真有这么位人 祂真是神的儿子 祂真是来做王的 所以一定得有证据 一定得有证人 这些先知 施洗约翰也是先知 不是平宫杜撰的 真实的历史人物 他们真的在给耶稣做见证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这一点把圣经 把我们的神 又和异教的神知 异教的典籍区别出来了 其实最明显的是穆罕默德 为什么 因为他讲的一切的一切 没有一个见证人 说的 现在这个摩门教的那个头也是这样子啊 就上帝赐给了我一本书 然后我就怎么怎么样了 我凭什么相信你吧 耶稣基督进入世界 耶稣基督的降生 耶稣基督的死 耶稣基督的复活 耶稣基督的升天 甚至有数百人之众 做目击证人 为什么我们 我们也受个高层教育 我们凭什么相信耶稣基督这个神 我死也要死在他的信仰里面 为了我复活也能复活在他的复活里面 因为我是学法学的 我说服不了自己 否认圣经启示这位神是真实的 太真了 没有办法 你凭什么否认 没法否认 我们凭什么弃绝别的宗教 甚至有一些异端的宗派 因为你是骗人的嘛 我要看证据 哪怕间接证据 法学证据也可以啊 另外一个上帝把这些见证人先锋放在这个地方 是因为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这样的理性主义者 使我们不得不相信 这事比真的还真 只能这样 在旷野 有人声喊着说 这个旷野大家要记得啊 它绝对不是指引修的地方 哎呀我离人间远一点 我自己在那操练修炼 然后过两年回来显摆在人前 我武功盖世 不是这个啊 旷野有这么几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指的就是离开文明的中心的偶像 离开偶像 以色列人除埃及上帝说你行三年的路上 到旷野里侍奉我 离开埃及一切的偶像 对我们来讲 钱财 亲情 友谊 人家那些不合事 离这些事情稍微远一点 然后到旷野里面 崇拜神 这是旷野的第一个含义 第二个含义呢 旷野是依靠玛纳生活的地方 这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的 我们在旷野的生活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们靠日用的饮食 天上降下的玛纳 神的话语带领我们走天路 不是让我们不是人间烟火 而是让我们过一个全新的生活 一个方面有衣有穿就当知足 等下我们看施洗约翰的生活 另外一个方面 让我们知道 人活着真的不单靠食物 乃至靠神 口里所说的话语 当然这个旷野还有很多的隐身 你到创世纪里找旷野 第二章 在旷野里面造亚当 然后魔鬼比田野里 也就是旷野 比田野里一切的活物都狡猾 所以进入旷野 意味着你开始真的经历 与魔鬼的战争 以前没有的 在埃及你那么忙 魔鬼弄死你 你也不知道 为什么魔鬼那时候不弄你呢 你以为那时候魔鬼不在吗 不是的 因为那时候你是魔鬼的儿女 为什么进旷野 你就发现 信基督受洗了 你才发现 有这么多属灵的征战呢 因为这个时候 你已经换队伍了 你已经移民了 你已经到了神的国度里来了 所以你会更加的敏感 看见 几乎每天都有属灵的征战 这是旷野的经历 在旷野干什么呢 这位预备主的道修执他的路 打开旧约和新约 我们最震撼的一个发现 其实就是 旧约铺天盖地的耶和华 在新约一次都不出现 那原因很简单 因为那个Lord现在翻译成了主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所以这个不难 预备耶和华的道 也就是刚才引用的那些先知书里面的 这个主在先知书里面 都是耶和华 预备主的道 修执他的路 大家看这个道路 上面是个道路 对吧 下面是道和路 神说呀 我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这个比喻很奇特 哪有一个人说我是道路 也没有人说我是真理 因为这真理 我们经常理解的真理是一句话 不可能是一个人 所以我那个主这个比喻 就是奇特 你可以说他这个语法不通 他那个人说我是道路 趴在这里你走啊 然后我是真理 我是生命 只有神的儿子敢这么讲啊 我特别说是道路这个意向 这个道路当然是天路通往神的国的 把罗马书这样说 说平安的路我们不知道 耶稣基督打开了这条道路 通往平安 通往永生 这个道路的第二个概念 真的是显明了我们的现状 就是我们在这个人间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特别是一些特别灵感的问题的时候 真的是走投无路 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 扔鞋 脚尖冲哪 制骰子 拍脑呢 靠血气 一发火就做出一个决定 所有所有的这林林总总 显示了我们在人间走投无路 却自以为是的那种无头苍蝇的可怜的处境 我们真的需要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就这两天 今天特别是今天早晨 我就遇到一个 我再一次看见我自己像一个无头的苍蝇的这种窘状 有一位姊妹 刚刚检查出来说 她所怀的胎可能是唐侍儿 现在提交给你们 也提交给教会 提交给牧师 怎么做出选择 然后我瞬间也感觉到了 做牧师身上的千军重担 甚至有姐妹给我寻信说 你一句话 堕胎还是生下来 诸位有何高见 堕胎是基督教 主流基督教伦理 坚决反对的 生下来 你们知道唐侍儿是什么病 太可怕 我就想到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 现在我们人在旷野 有人喊说预备主的道 修植他的路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在网上翻遍相关的资源 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仍然没有答案 好难啊 怎么办呢 所以你才知道 这个道和路是何等的重要 N年前嘛 应该有十年来吧 原来我在凤凰网站 办那个不媚之夜博客的时候 其实我们转发过一个相关的报道 也是我一个朋友啊 做的报道 就是多伦多一位姊妹 他最后决定顺服神 或者说顺服他认为的神啊 就把孩子生下来 那后来一些府邻杂志刊物 还报道了他的一些见证 网上现在也有 唐侍儿真的是 不仅是一种经济附带 也是一个心灵的折磨 而且寿命一般不会超过二三十岁的样子 这些年随着中国人罪恶满盈吧 随着环境的污染啊 我们的这个唐侍儿的生育率 现在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大约每700个人就有一个唐侍 新生儿就有一位唐侍儿 这多可怕 我看见一个数字 就说在中国每二十分钟就有一个唐侍儿的降生 那就意味着我今天讲完道 大约有五个唐侍儿降生了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有这么几个分析的线索 第一呢就是我们诉诸神迹 就是也可能他生下来的不是 这当然是结大欢喜 这很好 因为这个唐侍的这个前期的这种检查 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那这也给我们出了一个难 你做出哪种决定都很难 万一不是怎么办 这很麻烦啊 而且我看网上有些见证 说真的是这个姊妹大有信心 我就生了 结果一生下来不是唐侍儿 这个当然很好 但是你想没想法的 如果是呢 基督徒不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死 这是我们的基督教的基本伦理 也就是说我们反对对胎 但是你是否有权利决定一个人的生呢 今天因为我们的重点不是讲这个问题 我还会想 大家也为我祷告 你们如果有高见可以告诉我 这是很现实的摆在我们的问题 这个问题比什么主席访问重要得多 第一个问题啊 我现在在神面前承认主啊 我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事情超越我的能力 我不是想谦虚摆脱责任 我真的不知道 主你是知道的 但我不知道 第二我也不愿意去劝勉 周边的基督徒弟兄姊妹 就是说我们要谦卑 我们不能唱属灵的高调 你要去想一想 如果是你 你怎么办 说不许堕裁这个豪言壮语是可以喊出来的 但是我又一想 其实这种假设也很假冒伪善 就假设如果是我 亲爱的弟兄姊妹 假设是你和实际是你还是不同的 你明白吗 你真的怀了这样的孩子 和你现在假设你怀了 那不是一个概念啊 所以我第二点的结论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这件事情 真的只能交给他的父母 我们做出任何一种劝勉 我都不敢 这是个诚实的反应 与此相关的真理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让这对具体的父母 经历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不具有普遍性的 这个命运就是给他了 那么神为这个孩子预备生命 也一定为他预备了相应的父母 所以这种对比性的啊 比喻性的假设性的逻辑 没有办法找到答案 你不是他 这也意味着什么 如果这个父母完全是没有爱心 就是把他生下来了 那将来罪上加罪啊 他虐待他 他恨他 孩子也恨他们父母 你为什么把我生下来 诸如此类啊 也就是这件事情是不可复制的 是个案 所以说虽然几年前 我们报道了那个多伦多的那个案例 但是今天我面对这个案例的时候 对我来讲全新的 无经验可寻 圣经那些经文我们都晓得 但是你面对的时候仍然是很痛苦 仍然是不知所措 那最后第三个结论 只有一个 真的就是让他们祷告 但是我自己是这样子的 我不勉强别人 最后这个母亲啊 这个父母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爱他们 我都尊重他们 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复活的神 最后圣经相关的经文 神的道和他的路啊 有两段可以供大家参考 一个呢就是基督教主流社会经常引用的诗篇127篇第三节 儿女是依和华的产业 所怀的胎也是他赐的 那么用这一这类的经文来证明什么呢 就是上帝才会在这个胎儿的身上拥有主权 换言之呢 主流的声音就认为 人没有权力剥夺 哪怕是一个残疾孩子的生命 这个逻辑是不是完全周延 我们需要再去考证 那么另外有一个相关的经文呢 是我今天早上突然查到的 我看到的很震撼 就是传道书第六章 第三节读到第六节 一般认为这个传道书是摩西老年的时候写的 当然是圣灵的作品 他说人若生一百个儿子 活许多岁数 以致他的年日甚多 心里却不得满乡福乐 又不得埋葬 据我说 那不到期而落的胎 不到期而落的胎是一个名词 这是圣经当中啊 我认为是最接近今天讲的堕胎这个概念的 就是堕胎 它是一个概念 相反 刚才我读的诗篇呢 一百二十七篇第三集 那里面其实不是胎儿 是所不是所坏的胎啊 是你福中的种子 或者你母福当中的种子 英文就fruit 就是水果 创世纪第一章 水果种子 那么反而就是堕胎的这个专有名词 应该在这个地方 那不到期而落的胎 比他倒好 因为须须而来 暗暗而去 名字被黑暗遮盖 并且没有见过天日 这是讲这个府中的胎 这个胎的啊 他这个胎须须而来 暗暗而去 名字被黑暗遮盖 并且没有见过天日 也毫无知觉 这胎比那人倒想安息 我很占惊啊 还有一个生命的奥秘 现在国外的一些法律 像英国 德国 我又看了一些世俗的法律 包括美国 主流啊 就社会主流是支持 这种情况下 母亲必须甚至应该堕胎的 所以你看见基督教这个主流 跟社会的主流 在这个问题上是尖锐的冲突 我不想演啊 我不是个表演型的 鼠林表演艺术家 我的理性在世界这边 我的灵性在圣经上 但是我的灵性 现在面临一些挑战 全身饶恕我这个无能的仆人 我现在没有答案 我要想 但是我在神面前 是一个诚实的仆人 我一旦想通了 我会立马做出反应 我不在乎主流基督教趁机在吃我 他们吃我也习惯了 我被吃也习惯了 这是我的荣耀啊 荣耀归主 我现在不说话 不做出结论 是因为我真的没想明白 这是太大了 我太小了 我的理性太小了 我以为我祷告 更为这位母亲祷告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不会因此在真理上藐视他 我们谦卑下来 知道我们找不到道也找不到路 求主开我们的道 开我们的路 照这话 约翰来了 约翰不是平空来的 是有根有据 有圣经根据来的 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 使罪得赦 犹太全地的人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我现在先强调一个概念 就整个马可福音一章一到十五节 充满了非常核心的概念 核心的神学概念 这些概念甚至都和创世纪第一章 以及约翰福音第一章是平行的 神起出话语 道 洗礼 赦罪 悔改 罪人 圣灵 神的灵印象在水面上 全是平行的 所以马可福音的开篇这十五节经文 一定要举轻弱重 举重弱重 就是每个概念实际上都在告诉我们 我们信仰最核心的真理 那仅就这两节经文你就看得到 施洗 悔改 罪 赦免 认罪 洗礼 这些概念如果讲不通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入门 你换句话说 马可福音开篇是启门的课程 是基础课程 也是启门的课程 每个词你都搞通了 你才会去给人传福音 不然你在传什么呢 你传的是异教 但是保罗说要禁止人传异教 先看施洗 这就出事了 到底是禁洗还是盆洗 到底是给成人洗 还是给婴孩洗 你怎么办 一下子一下就卡在这了 而在这个地方就基督教大分裂 今天西方社会的第一大宗派就是进信会 进信会在洗礼上跟我们 至少跟我们是截然对立的 第一 绝不可以给婴孩洗礼 然后你告诉他多大算婴孩 不知道 蠢就蠢在这里吗 八岁以内的 七岁以内的 九岁以内的 九岁半的 第二就是洗礼的时候一定要全身没入水中 我们这个洗礼在他们看来绝对不合格 那你是不是要再泡一次澡堂子呢 但是圣经是清洗的 就从施洗这个概念就是清洗的 施洗 我很喜欢这个翻译 施洗 希腊文我写的那个地方 这个基本上英文的那个巴布太子跟他是英语过来的 经验会的人强调了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是指尽洗 就是沉没到水里 第二个他们的根据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约旦河里一定是全部沉到水里 我告诉大家这两点都是谎言 谎言不一定是颠倒黑白 谎言谎言指你没有确据 谁告诉你耶稣基督在约旦河里就是沉到水底 蹲了三秒钟五秒钟又上来的 谁告诉你呢 你的证据是什么 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你说你说的这么准 那你就是骗子咯 看整个中世纪的那个耶稣洗礼的话 其实正相反对吧 好像耶稣站在约旦河中 这个约翰是捧水也好 还拿什么东西浇在他头上 是不是这样 我看大多数这个油画是这样子表现的 很少有说耶稣基督在水底下 当然这个艺术作品我们仅供参考啊 更重要的是你们去过以色列 应该是在加百农吧 我在那里排了很多照片 就是有一个初代教会的一个大教堂 加百农教堂吧 门口就是一个洗礼盆 跟他的形状差不多 但是规模要大一点 他已经让我们看见了什么 看见了就是那个进去的传统 至少是没有教会传统的根据的 还有一点就是诗洗是什么意思 诗洗是动词 诗洗不是你这个人是谁 你配不配接受洗礼 而是那个施洗者本身认为你很脏 我就浇在你身上把你洗干净了 好消息是 我们从这个动词本身 也能提出反对进行会的理由 我们知道主耶稣那个时代和门徒那个时代 使用的圣经版本 旧约的版本 是七十诗一本 那么用希腊文的这个巴布提草 对应旧约概念翻译成进洗的这个词 是基本上这三个词 第一个词常常指沾水 沾水 把手指头在水里面 在穴里面沾一下 这两个词的基本含义都是洗干净 所以现在我们的结论就很清晰了 洗礼的意义不在于你进不进 洗礼的意义在你洗得洗干净 这才是洗礼的含义对不对啊 洗礼的含义在于神洗净我们的罪 神主动来洗净我们的罪 因为他认为我们很脏 这是洗礼的精益 那么孩子在神面前是不是罪人 需不需要洗呢 那从生理上来讲 他有时候比我们还脏啊 小脏孩对不对 还有一个有多少水完全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 你要在真理上明白 这个洗礼是为了洗干净你的罪 这是很清晰的道理嘛 所以求神让我们针天真的是不乱反正 最大的基督做要宗派 在核心的一个真理上真的是偏离了 而且后果极其严重 前段时间我是住在一个静音会的长老家里 就在这个问题上 他说八八八道就是静音的意思 翻译成英文就emorse 不能这么来理解啊 洗礼 悔改 现在弟兄姊妹啊 我们说悔改 这是在教会实践当中也有很多问题 是先悔改再洗礼 还是先洗礼再悔改 我只是把路德教会的结论 和我的结论告诉你们吧 就是洗礼和悔改可以并行的 有一部分的悔改的意愿 并且在洗礼之后继续悔改 这就是我们的真理 我们传讲的真理 也是圣经反复强调的逻辑关系 进一步的探讨就看我的讲章 我现在重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悔改的问题 当然因为这个洗礼和悔改的矛盾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很多教会 大部分华人教会 在洗礼这个问题上 我们可以用一个很尖锐的话 犯下了滔天罪行 什么滔天罪行 洗礼要考试 洗礼一定要感到盛大的节气 你真理何在 好消息就是你知道吗 我们上一次讲完马可福音 真的有几十人现在在报名 要参加我们的CSM课程 突然要插班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人要求 我们再找你们 能不能给我们的孩子洗礼 我真的就想到了这个福音书上的一幕一幕 那基督教还有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啊 你为什么要阻挡这些家长给他们孩子洗礼 而且其中有一个孩子已经是大一的学生了 你能够在圣经上找到一解经文 说洗礼之前要考试吗 我多次讲过这个道理 他考了一万分一百分 你怎么证明他真悔改啊 他小要理问 哪比你背的还溜 主导问比你背的还顺 他是个骗子 判断一个人悔不悔改 开不开什么 真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到我这来 犯认耶稣基督是主 愿意接受洗礼的 我们择无旁贷 随时随地 那当然因为说他洗了以后不来了 洗了以后不信了 那不是我的事啊 我可以坦然的面对主 那是他自己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悔改 悔改的意思特别特别的重要 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平行的经文 在先知书 特别是以赛亚书里面啊 这个悔改啊 可能以前我们没有想过 我们想到的悔改的罪 你能够想到无非是嫉妒了 贪婪了 淫乱了 偷窃了 愤怒了 这些当然都需要悔改 但是圣经讲的悔改 最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回头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悔改是回头的意思 西伯来文要数 就是转回回转 从哪里回转 或者是回家 到底悔改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去错地方了 你要从那里回来 我再说的彻底一点 悔改的第一个含义指的是 你要从偶像那里回头 回到神这里来 这是悔改最最重要的真理 这个真理简单是被我们忽视了 进入旷野要从埃及的偶像回来 来到旷野里面神的面前 这个悔改是最难呀 是最重要的 现在我们心目当中有多少假神或者偶像呢 钱财吗 权力吗 爱国吗 自尊吗 这些比什么都大呀 上帝说现在换神了 那个是假神 你要从那里回来 回来 回到我的面前来 你明白吗 这是悔改最最重要的一个真理 离开偶像回想神 所以约翰一书最后一节经文说 小子们啊 我愿你们远避偶像 吓我一跳 怎么结局来这么一句话呢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 我愿意你们悔改 这非常非常重要 第二个相关的真理 悔改指的就是 根据以赛亚书 悔改就是 你太缺乏公义心了 这个以前没想到吧 我上次谈到了一个 比较自然主义的词 我说现在这个基督教 只是在裤裆之间一搏云天 在小事上 在个人某些超验的经历上 全部都淘到这里面去了 社会公义 这是基督教不愿意谈回避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 你检索全本圣经公义这个词 我们因为缺乏公义 缺乏基本的良知 我们需要悔改 那说白了是什么意思啊 第一个需要悔改 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嘛 第二个需要悔改 就是你跟人的关系嘛 这不正是律法的两个基本方面吗 那基督教混到今天了 最基本的东西是糊涂的呀 使罪得赦 什么是罪 我们给人传福音 我就不 听什么说我有罪 我就是不认罪 我现在告诉大家 我们传讲罪有两个罪 简洁有利的方式 第一 违背律法就是罪 使徒约翰讲 违背什么律法了 我没有违背律法 耶稣基督讲的律法两条 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人如己 没有人做得到 你是个罪人吗 包括基督徒 谁现在敢站起来说 我尽心尽意爱主我的神了 我爱人如己了 你是个骗子呀 现在多少的基督徒是个骗子啊 就是说基督徒不再是罪人了 这两条哪条你做得到 哪天你做得到 哪一刻你做得到 能做到的 万一做到的 那是圣灵的工作 不是我们 圣经上有一句话 其实很好啊 就是你要解除圣灵的果子 那是圣灵的果子 那不是你的果子 荣耀归于主 第二个我们论证 人是罪人 就是罪的功架就是死 你承不承认你有罪没关系 你要死的 所以你是个罪人 这就是圣经的逻辑了 没有罪人不会死的 你要是没有罪 你会永生的 但你一定会死 因为你是个罪人嘛 基督徒也会死的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只有穿越死亡的幽谷 穿越麦比拉洞 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 赦免 得赦 赦免是我们得到的恩典 不是我们自我饶恕啊 是神赦免我们 犹太权利和耶路撒冷的人 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这是神迹啊 这是多么骄傲的一个地方 多么骄傲的一群人啊 都去约翰那里认罪悔改受洗 他们这么骄傲的人 这么精英 这些领袖 凭什么听约翰的呢 我告诉你原因 告诉你原因之前 我发播一个信息 马可福音啊 这个包括四福音书 使徒行传 使徒书信 确立了基督教崇拜的一些传统 包括刚才我们谈到的传福音 然后洗礼 加上后来的圣参林 以及教会的主日崇拜 可能你们以前有问过这个问题 私下也可能讨论过这个问题 两个问题吧 第一 为什么人不昧这个教会总爱批评别的宗派 第二一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基督教 这个崇拜的方式从哪来的呀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呢 一个人在这讲道 然后洗礼 然后圣餐 除了圣经相关的信息以外呢 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这本书就叫Dedaki 拉丁文英文希腊文 他的副标题就是十二使徒的遗训啊 十二使徒的教导啊 十二使徒的教导啊 十二使徒的教导 这本书呢 出现在发行出版吧 打着引号 应该是主后八十年到一百年 这个时候可能使徒约翰还活着 那你就知道他跟使徒的关系有多近了 当然有人有不同的观点 挑他的刺 甚至否论他的真实性 路德教会路德审议 基本上是尊重他的权威和他的真实的 我也是这样 那么在这件书里面啊 我在我的推特上 我把它的那个全部的声音文件 都放在我的推特上了 不是很难 因为他是按照字 把那个恢复版了 当然是恢复版了 放在那个屏幕上 你可以去读 一边读一边听 在这里面涉及到了相关的一些核心真理在那边 我刚才从下面讲起啊 我知道很多人喜欢那个YouTube上 网络上有个很有名的 圣安息日会来的一个传道人 牧师叫道格斯 道格 有人听过他的吧 讲起书了 讲什么牧师论信息啊 也讲希腊圣经啊 很有名气啊 圣安息日会的一个基本的观点 跟我们的分歧是什么呢 就是崇拜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我不展开说了 崇拜一定要在安息日 不能在主日 那你们可能也有疑惑呀 为什么一定要叫主日崇拜呀 圣经要规定安息日啊 为什么 我们的一个答案就是 主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里面 记载了很多很多的信息 也就是他围绕着安息日跟犹太领袖辩论 这个我回头再去讲啊 马克福音也讲了很多 但是有一个相关的一个信息啊 除了这个使徒行传 格林多书信里面说主日聚会以外 就是这本书告诉我们 专门有一章聚会在主日 有人反驳我们呢 说你有什么根据啊 我们反驳他 你的根据是什么呀 我们有根据 你的根据呢 当然这些书里面有一些内容是建议性的 不是法条性的 但是它一些基本框架和核心概念一定是真理 所以我们选择主日聚会 理直气壮 有根有据 从下面往上走吧 圣道与圣旨 现在这个特别在华人教会啊 有一个很大的宗派 当然比我们大多了 可以跟改革宗什么凌恩派平行的 就叫神招会 神招会啊 但你可以有不同的名字 小聚会所 他们当然里面有分歧 大同小仪 基本上都是尼多生与异下的 神招会 弟兄会 聚会所 招会 诸如此类的 其中来他们自己都认为是一端的 李长寿 下面很多 我不展开说了 那么他跟我们有什么分歧 主要两点 第一点就是 他们极其的藐视 反对圣旨 以用格林顿书信的某些直言片就认为 教会不需要圣旨人员 反驳他们最简单的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打开三本书信 我每次对付他们的都是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 另外一个就是地打开告诉我们 也几乎用了一章告诉我们 教会里设立的有主教 当然可以有不同的概念 但指的无非就是教会是需要有圣旨人员的 你反对我 你的根据是什么呢 没有根据 很清晰 圣道 那这些人来干什么呢 是专门来蒙昭受浅去讲道的 这也在地打开里面彰显无疑 罗马书第十章怎么说 没有传道的怎么听道 然后没有受差遣的怎么传道 就这个概念了啊 既有圣经根据 又有传统的根据 再往上走 洗礼 地打开这本书 清清楚楚的规定了两种洗礼方式 感谢主 主可以去进洗 但是你要条件不具备的 你就撒嘴咯 就这么个含义 所以我们跟经济会 我们要批评他 要责备他们 往上走 立文派 整个的地打开给我们看见了一个崇拜的结构和教会聚会的中心 就是圣道和圣礼 从未把神迹启示作为聚会的中心 只关切真理 而且这里面有几部分内容 强调 一定要为真理争辩 不是人身攻击 不是隐私的这种揭露 而是一定要防备 责备 抵挡 假教师 假先知 错误的教导 异端的教导 这才是神的教会 这与使徒书信完全一脉相承 再往上走 整个的这个本书的开篇处 全部都是一大段的什么呢 律法 包括登山宝训 实戒 为什么是律法 清清楚楚的后来 反映在路德教会的宠卖程序当中 那就是认罪和赦罪 立法使人知罪 这点我们和改革宗就分歧了 因为他们有一个基本的教育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既然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不需要再认罪了 没有罪了 得救了 这分歧何等的大 所以回到马克福尼 回到基督教的传统 你才知道 我们在这里面不是为了标新利益 不是为了去论断谁 我们在这里面在 按照圣经的吩咐 我们高举荆起 把荣耀贵给主 让教会真的成为主的教会 反对者 打开圣经 我们欢迎 这些人为什么要去施洗呢 因为施洗约翰 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啊 不责备 怎么认罪啊 骂得怎么样啊 毒蛇的种类 对于来受他洗的人 中生毒蛇的种类 谁指使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你一定因为 是不是圣经搞错了 怎么有这样恶毒的语言 你们要结出果子了 与悔改的心相乘 不要自己心里说 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神灯从这些石头当中 为亚伯拉罕刑击子孙来 现在斧头已经放在了树根上 饭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记住这个火字 众人问他说 这样我们当怎么办呢 约翰回答说 有两件衣裳的 分给他没有的 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 有税吏来要受洗 对他说 夫子 我们当做什么呢 约翰说 除了规定的树木 不要多取 又对冰丁说 约翰说 不要以强貌待人 也不要讹诈人 警察了 无警了 我们看见了神的仆人责备和教训的基本的使命 第二个方面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很多责备的罪都是政治的罪恶 财富的罪恶 社会不公义的罪恶 这不都是吗 从哪里悔改 从你把实为天 权为天 欺负人 权利 这些偶像当中 你回过头来归向神 是这个概念 都是平行的 最近有些概念谈无我 我们的文化有一套 罪负认罪悔改 最高的罪负的办法就是我没了 我可怕在哪里 就是我不需要认罪 我把我恋没了 好吧 不说了 约翰的穿戴 约翰穿骆驼的衣服 妖术皮带 吃的是黄虫野蜜 他穿衣服只是显明他是以利亚 王下一张 他穿毛衣 然后妖术皮带 然后有假先知 也模仿他的穿戴 就告诉我们 这套穿着打扮是 那位以利亚来了 正如圣经预言的 做耶稣基督的先锋 黄虫和野蜜 我们去过以色列的人 不要被他们误导 这个黄虫就是 律法书上讲的 那个可以吃的黄虫 野蜜 经文在这里 根据这段经文呢 告诉我们祭祀 是可以享受野蜜的奉献 因此黄虫野蜜 无非告诉我们 施洗约翰是一个守律法的人 他自己如果不守律法 他如何敢责备那个西律王呢 当然啊 这套衣食 让我们看见神的仆人 是一个生活简单的人 对世界一无所求的人 生活极其简朴的人 不是这位 有几百件名贵的 玉袍的人 我们做传道人 特别是做传道人嘛 当然基督徒 根据你自己的事业的要求 传道人一定不要侍奉偶像 不要侍奉衣食 有那么一两件西服就够了 有那么几套衬衣就可以了 有个房子住就行了 有个车开就可以了 这是给我们的教导 最后两节 他传道说 有一位在我以后的来的啊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给他 借鞋带也是不配的 他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我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第一段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永远要分清楚传道人和基督之间的关系 我不是基督 你也别要求我做基督 我就是个蒙恩的罪人 我的工作就是传道了 你不能说你传道道你没有做到 没做到求神责备我吧 你把目光放在所传的道上 不要放在人的身上 彼得保罗 两位天使对所有要宠派他的人 下得魂不附体 说你千万别崇拜我 要崇拜神 基督教世界啊 一定永永远远的彻底的消灭明目 消灭明人 消灭看人的恶俗 特别看牧师的恶俗 不要看他嘛 我们连给他系鞋带都不配 你看我干什么呢 你还不如看看他的鞋 看看他的鞋带 也比看人们更有得救的指望 你不看我 我也就自由了 求求你了好吧 求求每一位了 不要看我啊 我太不经看了 一看我肯定跌倒 你说你看到现在你还没跌倒 那就是我太能装了 不要看任何人 我最近讲给自己的一个限制 就是不接受采访 不接受邀请 哪也不去 就在这讲道 因此我们和大师 流浪大师不一样 最近网上有个很火的人 叫流浪大师 流浪大师不是神的仆人 他不关心罪和得救的问题 他背两句论语 就以为自己是大师了 中国可能实在是没有大师了 我们也跟最近的这个叫许章润的这位教授不一样 他很有勇气站在世界君王的面前 但是呢 所有的公知缺少约翰的谦卑 在那位真理的面前 真正的真理的面前 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是 我们不是什么名人 我们就是一些无用的仆人 他来论证说 我是用水给你们实习 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实习 但是其他的两本福音书 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加上了一个用圣灵和火给你们实习 约翰福音这里面也同样是用圣灵给你们实习 昨天聚会我没有查到 现在补在这里 马可和约翰就是圣灵实习 马太路加是圣灵和火给你们实习 查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相关的经文 火的意思就是烧光了 接下来那句经文就是这么说的 所以火代表了上帝最后的审判 今天我们读彼得书信里面也是这么说的 同学同学在这里读的那个彼得书信三章 十到十二节 当主再来的时候 有形的天地要为火烧尽 因此马可福音更强调的是水和圣灵施洗的福音教会的时代 但是这里面我们一定要避免灵恩派的误导 好像有水的洗礼有圣灵的洗礼 胡说八道 我有什么根据说他们是胡说八道呢 因为主说的借着水和圣灵生的 这里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 而是既有水又有圣灵 约翰一书告诉我们 现在是我们得胜的 有血有火有水 彼得书信告诉我们 这水所表明的洗礼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 所以有圣灵有水有真理 最后我们做点总结 使徒行传有一些洗礼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有误会 我当然读过那段经文 大家有三段的经文 所以这些人好像是受了奉约翰的名洗礼 但是还没有接受圣灵的洗 是这么说的吧 或者说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洗礼 我要告诉大家 那不是两次洗 只有一次洗 原来的洗礼是有效的 现在只是追加了一个按手的动作 那不是一个独立的洗礼 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 谁给他施的洗啊 我跟你说基本上是施洗约翰 哪有一点点的证据证明他们信基督以后又重新洗礼的 有吗 一个都没有啊 保罗 他是唯一的一个 那因为他不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吗 所以我们反对再洗礼派 从洗礼派 只有一次洗 但是圣灵的降临 不一定是借着洗礼那天一定的降临 圣灵一定降临 但是他什么时间降临 这点你真的只能交给神 也可能是你2007年洗礼 2019年他才降临 或者你感受到他降临那是可能的 但是圣灵跟洗礼仍然是合在一起的 哪怕是2009年圣灵降临在你身上 他仍然会让你回想起你起初的洗礼 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啊 我这补充这个信息 我们总结就施洗约翰被忽略 是因为缺少四个方面的关切 第一就是约翰和基督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个我谈过了 只有他凸显耶稣基督来做王 第二个方面约翰和世界的关系 这是教会回忽视约翰的第二个原因 这个关系就是刚才我们引用的那段经文 就是毒蛇的种类你们要悔改 特别是在灵恩派这个影响下广大的基督教群体 不愿意说责备的话 不愿意传宣告十字架方面的信息 但是约翰愿意这样做 基督徒不能把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你自己的个人的灵修上 你可以做 我们不反对 但是传福音是上帝给我们真正的大使命 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吩咐 你们要去让万国的人做我的门徒 敢不敢张口说毒蛇的种类 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缘故 我们才会发现马可福音结束的地方 手拿毒蛇不会遭害 这圣经是自我解释的 别瞎解释 清楚吗 很清楚啊 你非得弄到陆化甲陆化青 什么狄狄味上去 不懂 至王 马可福音结束的地方 你们去查 马可福音十五章 有五次说耶稣是王 这开篇是呼应的 四次犹太人的王 一次是以色列人的王基督 第四个原因 基督教尤其不愿意讲的 我告诉大家 教会 我接触的一些所谓的教会领袖 刻意的回避施洗约翰 主要是第三个原因 那就是施洗约翰最后死 是因为他责备了西律王和他妻子 所谓的妻子的违背了摩西的律法 最后被活活的砍头了 基督教回避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为了顺服 长期以来基督教非政治的恶俗 不讲这块 但是更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政治恐惧 来遮盖他们的羞耻 所以绝对的回避 西律王面前的施洗约翰 但是感谢上帝 在马可福音里面 这位施洗约翰 这位站在西律王面前的施洗约翰 比开篇处 作为耶稣基督洗礼者的施洗约翰 所用的篇幅更多 更重更详细 马可福音几乎用了十八节的经文 再讲施洗约翰 站在西律王的面前和他的死亡 你的良知在哪里 你的理性在哪里 如此重的信息 为什么瞎眼不肯看见呢 这种不肯看见 就再一次彻底的把基督教 打回到哪里去了 把基督教变成了一个气功的聚会 把基督教会变成了人性的小庙 我们为此否认了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但是我要补充一个信息 站在西律王面前 站在西罗底面前 站在亚哈王 耶洗别面前的以利亚和施洗约翰 从始至终不是个搞政治的 不是个政治人物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们没有上级 他们没有鼓动任何人革命 他们没有建立任何一种政治组织 约翰及其门徒也没有跟耶稣及其门徒 联合起来进行政治抗议 或者进行政治革命 所谓照会站在世界之王面前 什么意思 打开圣经 责备你的罪 让你悔改信基督 就这么简单了 同时 借着他的宣讲 借着他的训道 向普通天下人的宣告 我所信的那位王 还是真正的王 这是我们教会应有的见证 这是你的天职 这是你基督教之所以成为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这种要求都不见了 你有何颜面称自己是基督徒呢 基督徒什么意思 王的信徒 你的王在哪里 所以我们真的是看马可福音才明白 施洗约翰为什么如此的重要 因为他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 所以有第四个方面 问题就是 很多人可以责问我 你凭什么说教会要效法施洗约翰 有什么直接的圣经根据 直接的圣经根据就在启示录那里 耶稣基督复临之前 有两个见证人 干什么呀 穿着毛衣 施洗约翰 传到1260天 三年半 以利亚不祷告 三年半不下雨 两个登台立在世界之主的面前 我要告诉大家的这个结论是 施洗约翰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先锋 教会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先锋 我们承担着施洗约翰完全一样的使命 那就是为主为我们的王的道来预备道路 预备他的道修制他的路 为什么要洗礼 洗礼的目的是为君王道来预备合适的百姓 为君王道来预备洁净的子民 不洗干净没脸见主嘛 那教会现在在世界上承担着完全同样的使命 因此我们才会看到启示录怎么说 教会的使命呢 两个方面 心腹要预备好了 洗干净了 等待羔羊的婚宴 最后整个启示录最后一句话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施洗约翰吗 预备好了一切等主再来 耶稣第一次来施洗约翰说 主啊我预备好了 我愿你来 整句圣经结束的时候 教会一起呼喊说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因为我们预备好了道路 我们预备好了子民 我们预备好了自己 我们希望你回来 所以我们的结论很简单 施洗约翰 我们教会亏欠了他的一份尊重 第二 我们因为亏欠对施洗约翰的尊重 整个基督教长期以来丧失了 万王之王见证者的身份 今天就神怜悯我们赦免我们 兴求我们 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之前 是那两棵橄榄树 两个灯台 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见证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你 今天招聚你的儿女 为解开我们心中的谜团 为讲更多的喜乐充满我们 主啊这是你的教会 你必能带领我们不断的得胜 从今时到永远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